大家好,我是老李 前两天我们做那个生命之初的造景 客户今天要也取了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把水草种上,让它拿走 这次我们选择了迷你矮 垂类莫斯,插柱花绿枣球 迷你绒 迷你雪芯兰 迷你青椒和吃眼灯芯 还有鱼猎水缩衣 种草唯一的诀窍就是 你的水草泥一定要喷石喷透 水草泥吸薄水以后呢 它会很沉 这样你抽镊子的时候 水草大概率是不会再被你炖上来了 这也就是说有的人为什么种下去 一抽镊子又拿出来了 反复几次你就崩溃了 多喷喷水吧 像我这样 只要水稍微多一点 种一个是一个 很听话的 还有小伙伴说 老李你出一个水草怎么沾吧 首先你要有一个这样一时达的水草胶 然后挤好 往上一按 就是这么简单 就搞定了 水草胶不一过多 过多了以后会留白胶的 不过水草长一长就把胶盖住了 也看不见 怎么拆莫斯我要跟你们讲一下 看到这后边鱼线了吗 我们首先先把莫斯这个板窝一下 然后用剪刀一剪 横向的鱼线就全被剪掉了 然后我们再相反方向再窝一下 然后把竖向的鱼线也剪掉 这样就很愉快很轻松的把这个鱼线都拆掉了 最后呢 我们一根一根的把这个鱼线抽出来 就OK了 非常治愈 然后我们就把莫斯后边点上胶 往木头上沾就可以了 好了 所有的水草都搞定了 绿枣球 莫斯 水草 最后呢 我们喷喷水 看一下最后的效果 迷你矮就像我一样 分成指甲盖大小的一组 往里种 是最佳选择 这个是粘的羽猎和迷你绒 然后枝干上粘的是垂雷莫斯 树根粘的是绿枣球 好了 你马上就要跟你的新主人回家了 关于怎么运输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个呢 就喷完水以后 盖上保鲜膜就搞定了 非常简单 车开的稍微慢一点就行 完全不用担心 客户的司机以为多大个鱼缸 开了个大车来 其实就这么小 之前试验的野猪已经发色了 期待我新的造景的辣椒绒们 也能这个颜色